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左相互議員 我順利安東投過你的命運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主大盤表現 今天台主大盤是產生一個比較戲劇性的變化 就是說今天到尾盤的一個時間點 指數形成一個油紅的翻黑 那尤其到今天這個收盤 也大跌一個高達207點 那量擴大到2882億的這個量 那我想以今天這個盤之所以會做個壓回 我想就是說盤中出現這個相關的 針對這個像新冠肺炎 就是說在台灣已經產生 在今天有新增一例 這個本土性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這個相關這個廣達公司的員工 那包括另外就是說針對歐洲跟美國 歐美在近期針對這一次這個武漢 新冠肺炎來講 又產生這個在歐洲那邊又產生這個變異種 那變異種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使得到目前為止歐洲 甚至包括像美國的一個實際上 新冠肺炎的這個 這個疫情的一個延燒狀況 都還在做一個持續性的一個加劇 那所以說也造就今天這個台股大盤在 就是說過了這個尾盤 中尾盤過後 形成這樣子的一個油紅斑黑 包括在今天盤中最高 最高漲了一個26點 指數來到這個14,411點 差15點就要繼續去做到 讓改寫這個台股歷史新高 差15點之後馬上做一個折返 那這個折返當的話 你就有一個目前這個台股 整體的一個架構 因為畢竟我們在昨天之前跟各位做強調 包括年底作帳 資金行情 我想到現階段為止 這個態勢都依然沒有去做改變 那甚至包括像台股 相較於國際股市 貝省半導體落後75% 南韓收爾指數落後45% 我想全面性這些狀況都依然是存在 那重點是說 畢竟這個波段台股大盤 短線上漲多 都沒有去形成一個 適度的一個修正 那所以說既然就是說 目前這個作帳行情 加上這個資金行情 加上落後國際股市 這個態勢依然都還是存在這個當下 那變成說我想以這個台股大盤 今天受到這個消息面的干擾 不管是原先漲多的一些相關 不管是說像航運鋼鐵 甚至不管是像樹化這些個股 在今年形成一個 持續性急功之後的一個折返 就形成一個折返 那甚至包括電子股的一些相關權重個股 在今天早盤中盤都一度都是漲得好好的 到尾盤也形成一個全面性的一個 下沙沙尾的一個態勢 那代表就是說 我要以這個經驗點還是要請各位 無論如何 要提高各位你的一個警覺 針對一些相關持股部位 還是要請各位盡可能 做到一趟減碼的一個態勢 減碼的一個態勢 因為畢竟今天這個量 量來到2882億已經相對 針對我們在以往跟各位做分享 這個盤會漲到哪邊 我們先不要去預設立場 那不要預設立場 就是說你只要看到一個叫做 爆量收黑 那尤其我們當時預告是 大概超過3000億的一個量 那到今天是2882億是已經滿靠近 那重點今天是形成一根滿長的一個 油紅斑黑的一個長的一個黑黑棒 那比如說這個階段點我想 針對相關個股的操作 要請各位特別特別去留意一個重點 就是說針對一些短線上 處在相對高位階 高基期的這些個股 賣訊一產生 無論如何 要請各位 切記會買要會賣 針對一些高基期的一些個股 那為了說我們在近期 都有特別針對一些 他在這段期間已經經過長時間 這個修正整理 修正整理完之後 現階段位在一個相對的低位階 那低位階配合 就是在昨天就產生這個回撤買點訊號 那回撤買點訊號產生等於說 他現階段在這個底部的一個 整理完之後的一個要起工 那起工當然今天碰到這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 類似這個系統性風險 這個干擾因素的這個 這個釋放等於說 今天這些個股也都陸陸續續 早上都是漲得紅的 到尾盤行程 比較有紅的翻黑的一個殺下來 那這個殺下來 我想後續到明天這些個股很容易 又是在全部恢復 因為畢竟今天這是屬於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狀況 那等於說後續 各位你再去密切觀察 這些相對的這些底部的個股 後續我們依然很清楚的跟各座強調 操作依然全面性根據訊號 根據訊號來執行各位 你該做的一個動作就OK 因為畢竟一些底部的一些個股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機會 會形成一個叫做打底的一個失敗 那雖然我老師我們在之前節目當中 也跟特別跟各位說強調 這個打底失敗的這個機率 都是通常都是低於這個兩層以下 那等於說無論如何 我想這個工具針對不同個股 你後續如何做個因應 有些是下跌下跌跌完之後 跌到半空中 就是一半的一個時間點 它會做個打底橫盤整理 那橫盤整理後續又是打底失敗 還是會繼續再往下 那這個往下一樣請各位 靜待後續整個修正完成 那當然的話這個工具訊號 依然都可以很清楚 針對不同個股的一個屬性 來跟各位做到完完全全的一個掌握 這是針對大盤的一個部分 這個拉回也要請各位高級期的一些標的 請各位特別特別去留意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那相對我們在昨天針對 昨天工具 產生這個波段的一個回撤買點 在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八點 那今天又產生 今天隨著這個訊息的一個釋放 這個新冠會員相關的這個疫情的一個干擾 等於說今天賣訊又產生在一四二九六 等於說各位你是根據訊號的一個動作 充息量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這個訊號的部分 我想在一個行徑當中方向確立的話 我想這個是一去一趟就是一趟 一趟我們就是把這一趟的價差來做這樣擷取 那如果說它是位處在一個底部 再做一個反覆打底 或者說頭部再做一個高檔震盪的這個當下 很容易在那個時間點會產生一個 一下子出現買訊一下子出現賣訊 那重點是說這個買訊賣訊到最後 方向出來的一個時間點 訊號依然能夠提供給各位 這個最明確的一個後續方向的一個遵循 那等於說在這個時間點有可能 隨便買訊產生今天賣訊產生 那這是個高檔震盪的一個很標準的一個特色 後續過個一兩天又產生買點 又產生賣點 我講這個就是 你就根據這個最後最後的一個訊號 來執行各位 你該做這個動作就OK 這針對大盤的一個部分 現階段一樣是 就是說在這個波段 漲了快接近2000點之後 昨天大漲135點 今天拉回207點 我想這都是很容易去看到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針對我們在昨天相關推薦的這些標的 畢竟你買底部個股 風險有限而利潤無限 那重點的話碰到這種干擾因素 很容易明天 今天莫名其妙的一個沙尾 明天一開就直接開高 再全面性再做個收穫 我想這個就各位 靜待明天實際上這些個股的表現狀況 再來做一個後續的追蹤就OK 那針對在今天我想 今天整個一個盤面當中 不管是說 在這個波段都已經漲很多了 像船產的一些 像這個航運2601 像義航這個波段 從這邊10塊錢做個起漲 一路漲到12塊多 那相對於 我想以義航今天是壓回9%多 快接近打到跌停板 那畢竟我想這個今天 他賣訊已經即將要做一個產生 那重點說我想以義航這兩個股 如果說各位你手中持有的話 今天這個急跌 後續很容易又上去 很容易又上去 那各位你再去密切觀察 他能不能去形成一個叫做高過高 就是說他這趟壓回之後會彈 如果說繼續跌的話 賣訊就直接做一個產生 請各位惡話不說 就直接執行這個出場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說後續他又會形成 在一趟今天這個這個殺的莫名其妙 他再彈上去 彈上去如果下一趟 沒有辦法去公過這一波的高點 12.05 那一樣請各位 因為畢竟短期上也漲多 請各位一樣會買也要會賣 會買也要會賣 這次觀察重點就是很簡單 繼續跌賣訊產生 你就大概明天一開盤不久 你就要去執行出場的一個動作 或者是說明天直接開高 他還會做一個掙扎 或者說甚至都在做一個創高都還有可能 那重點說你就觀察這一趟 明天之後這一趟的攻擊 能不能去形成一個過高的一個態勢 如果說沒有辦法過高 那M頭就已經出來 那請各位M頭的第二個頭 右邊這個頭 就請各位去執行 這個出場的一個動作都OK 針對這個行英類股 像義航我們列舉給各位做分享 鋼鐵股5386像青雲這個波段 在前天大前天都是漲停 這一趟一路攻高 買點在62.2元 那畢竟我想以青雲 今天到收盤的大跌9%多 賣訊已經產生80.9% 一樣請各位會買也要會賣 那畢竟工具針對這些相關的一些個股 我們的操作就是很簡單 全面性根據訊號 買訊才能做買 賣訊才能做賣 你就把這一趟這個價差 做到一趟直接擷取就OK 針對鋼鐵類股 甚至像塑化類股 在近期漲很多的這些標的 一樣 我們不斷還是要跟各位做強調 不要再做一個追高 不要再做一個追高 現階段我們希望各位賣高激起 然後你把你的資金往這些低基期 風險有限而利潤無限的一些個股 來做這樣琢磨就OK 針對近期漲多的這些標的 那包括我們在昨天之前 特別針對 昨天陸陸續續 產生回測買點的這種相關個股 包括這個2303 像聯電 我們在昨天也帶進 我們會員朋友們 買點在45.65 那我想以聯電 昨天漲了3.5% 今天盤中一度攻高 來到48.25% 今天又漲了1.7% 那後續 隨著這個大盤的快速的做壓回 聯電到收盤跌了3.7% 全面性我想 以到目前為止 像聯電 在前天一樣 一買一賣一買一賣 到今天這個賣出訊料又即將 要做一個產生 如果說明天一開盤就開高 就是說這個狀況 就馬上就可以獲得一個化解 那我們的預估 以聯電今天怎麼跌 明天就怎麼回去 相對 漲次都依然還在做個延續 那一樣 如果說各位您持有 這個相關個股的投資朋友們 操作一樣 全面性 根據訊號的指示 我們的預計 明天很容易又是直接的開高 持續線再往上的一個攻擊 那等於說 後續一樣請各位密切觀察 這個訊號的一個指示 根據訊號 我們來執行 我們該做這個動作就OK 聯電的部分 6548長科 以這樣標題一樣 我們在之前那一趟 當時賣訊在59.2% 賣掉之後做個快速拉回 拉回 這一趟拉回11.3% 那在昨天一樣產生這個買點 買點在53塊1 53塊1 那畢竟 它是一檔屬於一個叫 它已經經過整理 底部的一檔個股 那重點說 昨天買點產生 今天賣訊又做一個產生 那相對 所以我想以長科 今天又做個創低 拉回到52塊錢 今天收盤是跌了這3.2% 這這張標題是一個 不要太有機率 是形成一個叫打底失敗的一個case 因為畢竟 今天這個賣訊也輕輕出出 那我們就請各位 無論如何遵循這個訊號的一個指示 來做動作就OK 畢竟你的風險 53塊1做買進 53塊4做賣出 你至少就賺3毛 我想這不是我們要的 那重點是說 根據訊號 就能夠 這是工具能夠提供給各位 這個最大的利器 針對這個相關 買賣點的一個決定 那如果說後續繼續又打底成功 它後續都還會有一個 下一趟的一個買訊的一個產生 那再請各位 根據訊號 這個打底旺 這已經打底一段時間 再做一個重新的一個買回就OK 長科的部分 3406玉金光 一樣昨天買點在575塊錢 575塊錢 那今天是拉回2.7% 相對應賣訊是還沒有產生 那一樣請各位 往以玉金光簽個波段 賣點在645塊錢 645塊錢 也一路修正到557塊 它這一趟拉回 拉回弧度 80幾塊錢 你該避開的 你已經避開了 那回測買點產生之後 今天隨著這個大盤 的一個重挫 還是有做一個壓回 那這個壓回一樣 靜待 如果說後續賣訊產生 一樣請各位執行動作 那重點我想 不管是聯電 玉金光 聯八顆 我想我們在今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跟各位說強調 我們的預計 到明天都會直接做一個開高 那請各位密切去觀察 它後續的演進就OK 賣訊還沒出來 一樣請各位 有買進的人做續爆的動作都OK 聯八顆 趕快 昨天買點在702塊錢 公高 公高之後 昨天 漲9塊 那今天盤中一度漲了10塊 後續做一個壓回 到今天收到703塊錢 都還在買點之上 那重點我想 賣訊也都依然還沒有做一個出現 一樣請各位 做續爆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 以聯八顆 這一個波段 從它創高在758塊錢的後續 也經過這一趟拉回 一拉回 我想這拉回弧度也高達快接近70塊錢 快接近70塊錢一趟的拉回 你該避開的風險 你避開了 回這買點產生之後 我想 今天隨著這個比較特殊的狀況的干擾 畢竟後續都還會回歸到 它原來的一個道路之上 賣訊也沒有產生 一樣請各位 今天聯八顆是小跌5塊錢 一樣 公司都還在做一個延續 有買進的投資朋友 一樣請各位 續爆就OK 靜待下一趟訊號 再執行 你該做這個動作就OK 那近期我想 為了說我們帶給各位相關操作 不管是說像這一趟 像利基 4968利基 當時12月9號 買點訊息要產生 我想我們當然的話 都第一時間 直接給各位做分享 在我們這個Telegram 買點再320塊半 後續一路攻高 上個禮拜三漲停 禮拜四 持續性改寫歷史性高 來到這398塊錢 上個禮拜五 它產生賣訊 賣訊在393塊錢 那一樣賣訊產生 一樣請各位 就把這一趟的一個獲利價差 透過這工具訊號 來執行 一買一賣 把這個獲利做個結局 這一趟72塊半的獲利 獲利先放口袋 那想以利基 它賣點在393塊錢 393.0 賣訊一到一個後續 我想一路 從禮拜五到今天 今天禮拜二 短短三天 拉回42塊錢 一張沒買 差了4萬2千塊錢 今天創低來到這351塊錢 賣訊價位都清清楚楚 那我想這個是提供給各位 工具就是可以很輕鬆的來協助到各位 買得漂亮 訊號清添楚楚 買得漂亮 賣得更漂亮 把這一趟72塊半的價差 擷取之後 賣掉之後 一路做一個修正拉回 連刷三天 前一趟 11月13號 買點在293 賣點在343.5 賣掉之後 這一趟一買一賣 價差67塊 這一趟又是72塊半 一趟一趟 獲利放到口袋裡面去就OK 立即 前一趟賣掉之後 賣點在343.5 賣訊一到賣掉之後 一拉回就差了40塊錢 一張沒賣差44萬塊 那之前 393賣掉之後 回車買點產生 你要做一個買回的動作就OK 做這一趟的操作 一樣有買有賣 買進去之後一樣會買 也要會賣 這個賣訊都是清添楚楚 一樣請各位 全面性根據訊號的動作就OK 那長科前一個波段一樣 買點訊號產生 我們帶各位先起體驗 賣訊一樣清添楚楚 59塊2做壓回 壓回13.5% 賣點到之後 一拉回就是11.3% 一樣會買要會賣 華邦店一樣 買訊清添楚楚 賣訊清添楚楚 這一趟價差就是40.7% 有買有賣 獲利放口袋 賣掉之後 一拉回 拉回9%多 我想以華邦店到今天為止 回車買點都還沒有產生 一樣請各位 靜待回車買點產生就OK 聯電 前面那一趟 一買一賣 價差16.7% 賣掉之後一拉回 這個16.7% 這個一拉回拉11.9% 會買也要會賣 你不會賣 幾幾乎 又把這個獲利全面性吐光光 那昨天又產生賣點 那一樣 昨天產生賣點 那今天 一樣今天隨著這個大盤的壓回做壓回 賣訊 依然還沒有做一個產生 一樣請各位做一個虛報就OK 化漢 一買一賣 賣掉之後 我想今天的華漢 持續性做一個壓回 我想這個 一樣提示各位會買也要會賣 加金 一買一賣 今天持續性做一個創低 賣得乾乾淨淨 訊號一買一賣 賣掉就是做壓回 國具被動元件 買點現在產生做買 賣去523塊做賣 賣掉之後我想 這個波段國具的價差53塊錢 你不會賣 一拉回到今天 又能來到474 這趟拉回49塊錢 我想你透過這個線圖 你就看得很清楚 幾幾乎乎 會買不會賣 你不會賣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又把你的獲利全面性幾乎吐光光 賺53塊 一拉回一拉回49塊錢 華新科一樣 這一趟價差24.4% 一賣掉之後 一拉回25塊 全面性根據訊號 所以說我想真的像聯發科的部分 一樣來來回回 提示給各位的操作就很簡單 根據訊號 把一趟一趟的一個獲利價差 放到口袋裡面去就OK 第一趟9月30號 買訊才能做買 賣訊才能做賣 這一趟115塊的價差 第二趟51塊錢 賣掉之後就做壓回 回這賣點產生再做買 這一趟第三趟76塊的價差 賣掉之後又是壓回 壓回50塊 那這一趟賣點又做產生 一樣靜待後續賣性產生 再來執行 賣了一個動作就OK 那近期我們帶給各位相關操作 像5G一樣全面性有買有賣 訊號價位都是輕輕輸出 你就把一趟一趟這個價差 加聯益27% 有買有賣 獲利換口袋 利基 前面那一趟一買一賣 第一趟價差67塊錢 賣掉之後就做拉回 這一趟又買買 第二趟做個買回 買進去之後 這一趟 後續一樣我們跟各位做分析 393塊錢賣訊 一拉回又是40幾塊 全面性就是要會買也要會賣 統心一買一賣 紅色一買一賣 賣了之後就做個快速壓回 全面性根據訊號 所以我們就說針對 今天這個盤勢有一個比較激烈的一個變化 我想這個要特別提示各位 針對一些相關持股部位的一個處理 盡可能說針對高檔的一些個股 要留意或會賣 那重點 你可以來留意哪一些回測買性產生的一些個股 那一樣我們也節省歡迎各位 有針對相關持股問題 或者說針對我們這個軟體的問題 也歡迎各位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我們這個Telegram 來直接做一個直接的洽訊 好今天節目告一段落 那祝各位明年才會順利 我們見